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今天的学习主题是个人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学习重点1.了解国际社会对个人的影响 2.了解参与国际社会的方法 台湾是国际社会的一员 虽然中华民国在西元1971年退出联合国 但我们仍以多种方式与世界接轨 国际社会中发生的事也可能影响在台湾的每一个人 西元2016年英国举行公民投票 决定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洲联盟 这个看起来和台湾完全无关的投票 却对台湾造成了影响 因为欧洲是台湾主要的出口市场之一 英国人决定脱欧造成台湾股票价值下跌 此外新台币的价值重扁 台湾经济发展转好的时间恐怕也将因此延迟 脱欧也造成英镑的价值大跌 投资人改买日币 日币因此大涨 想要去日本旅游的台湾人 就要花更多的钱才能买到日币了 另一个例子 2016年8月 川普当选了美国总统 这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呢 美国与中华民国虽然没有邦交 但是双方仍然有官方往来 美国在协助防守台湾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也是主要出售武器给台湾的国家 美国总统是谁 它对台湾采取友善或不友善的态度 都有可能影响台湾 西元1979年 美国制定了台湾关系法 指出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 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 包括使用经济杯葛 以及禁运手段在内 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 和平及安定的威胁 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 还有更惊人的 下一个例子是伊斯兰国 简称IS 2014年 伊斯兰国发布了一份地图 宣布它要在上途的橙色区域 占领主导地位 IS预备建立一个 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的国家 让受到统治的民众 成为真正服从的穆斯林 为了达到目的 IS发动了许多恐怖的攻击 他们对俘虏进行斩首 还将过程拍摄为影片 在网路上广泛传播 大多数国家将ISD为恐怖组织 也不承认它的国际地位 IS也许会借由攻击世界城市 以证明它的军备能力 网路上曾经出现一张 台北101大楼受到攻击 而起火燃烧的照片 照片上的文字写道 伊斯兰国攻击你的城市时 不会很好看 真主阿拉允许的那一天就不远了 虽然经过我国的国安系统调查 这并不是事实 但恐怖组织的行为 应该受到谴责 台湾距离英国 美国IS都很远 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也就是北韩 则和台湾同在亚洲的东边 北韩是一个专制 并且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 他们的数学课朋友 勇敢的朝鲜人民解放军叔叔 杀死了265个美国坏人 后来又杀死了70个美国坏人 一共有多少美国坏人被杀呢 之类的题目 音乐课也会教授杀死美国坏蛋这样的歌曲 如果东亚发生了战争 台湾有可能受到影响 世界上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 还有美国 法国 中国等等 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也十分紧张 一旦启动核子战争 恐怕人类会陷入悲剧 随着交通工具与网络的发达 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大幅缩短 我们和国际社会 无心中也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身为国际社会的公民 我们应该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关到你的卡通 转台收看国际新闻 一起关心世界大事 即使是小学生 也可以透过网络 参加世界性的比赛 结交外国朋友 拉解世界文化 千万不要小看 你的力量 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之一 巴基斯坦女孩马拉拉 透过网络为英国媒体BBC 写部落格 为女孩们争取上学的权利 即使因此被歹徒枪击 她也不放弃 马拉拉因此成为最年轻的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无论你愿不愿意 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 全世界也许也正在看着你哦 2016年 新竹的一所私立高中 举办变装游行 其中一班学生扮演德国纳粹 引翻了轩然大波 以色列办事处 德国在台协会都发表谴责 中华民国总统也为此道歉 表示这是对受到扑害的犹太人 极度不尊重 最后校长以及学务主任出面 鞠躬道歉 校长辞职下台 对于同一件事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前提是我们必须了解其中的脉络 以及这到底是一件什么事 尊重他国文化 同理他人感受 是一个合格世界公民的首要条件 国际社会的互动 间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个人的力量有时也足以改变国际社会的观点 就从今天开始 试着关心国际事件 感受国际脉动吧 谢谢你的观赏 我们下次再见